炒一个辣鸡,鸡肉切成小块,大块的鸡肉不入味,切好的鸡块泡水10分钟,再把水擦干,这样能去掉一点腥味,还能把切碎的骨头洗出来,用鸡腿肉也行,去骨的鸡腿肉吃起来不用吐骨,还需要准备点姜蒜粒,小米辣,青辣椒,青蒜这些,锅里放油,加一块猪油炒出来更香,先把姜放进去爆香,再放鸡肉,肉煎到定型再去翻动,放大蒜,小米辣,酱油,酱油沿着锅边淋,淋下去先别翻, 锅边的温度更高,可以把酱油的香味蒸出来,然后再翻炒,加一点白胡椒粉和蚝油搅拌一下,放啤酒,啤酒和鸡肉持平就行,不喜欢啤酒的就放热水,加一点黄酒或者料酒,开大火炖煮,直到把水收干,尝一下味道,如果淡了就加点盐,最好这前边的酱油加够量,就不用放盐了,最后再放一点白糖提鲜,一点芝麻油,还可以沿着锅边淋一点陈醋,这样更香,最后把青辣椒和酱油, 和青蒜放进去,简单炒一下就行,这个炒鸡拌面很好吃,这里边有鸡油,猪油,芝麻油,跟面条拌着吃特别香。 。